虚假的钩子 弹道窄 钱要大 没有预判的话 石钩九空 命中率齐低无比 而真正的钩子 弹道宽可移动施法 甚至还具备自动锁敌功能 怎么空 你告诉我怎么空 严祖们 选车重做已经一个多月了 可是我敢打赌 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 选车的冷门程度 已经到了连重做都没人发现的地步了 我是看在眼里痛在心里 毕竟在我的眼里 没有冷门的英雄 只有不够邪门的玩法 所以今天咱们给选车上上强度 先看陈庄属性 血量13700 磨抗1120 磨抗640 以如此离谱的坦度 在弱化一开从对面脸上 挂上一个100%必重的钩子 再用13连招将对面拉回来 我辅助选车以后改名 大中回 能抗能打能开团 配上100%命中的钩子 燕竹你说 这玩法我能藏吗 那么这里是完整的装备顺序和名文 专业教学仅供参考 那么连招放完言归正传 该玩法虽然斜门 但是也有三大核心优势 第一点 同样是勾人 但是选车的钩子比中回稳 重做以后大招可以储存了 而储存的大可以直接挂钩子哦 挂完钩子以后 一技能厚那二技能甩 这效果不跟中回一样吗 但比中回稳 第二点 虚外性强 咱抛开强度不论 你就说大中回好不好玩吧 没有空钩的烦恼 就是爽啊 第三点 坦度不低 选车开了弱化以后 配上大招50%的免伤 那坦度 看比昔日巅峰的免伤三巨头 挖家一身肉装 你真的人群里面 穿插几个来回都死不了 那缺点呢 缺点是队友不理解 容易安骂